首先将来如果说你对阵列不熟 你要逐次 当然你不是说你不要用阵列来跑 当然也是跑得出来 只是说用阵列的话比较容易一些些 那当然你可以 就是说不用阵列的话 你这边也有七个变数 ABCDFG 而且最后比较麻烦 你要一个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方便 那阵列配合负回圈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 做一个动态的输出 一下就输出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随机就是产生一个数字 并且判断是否重复 那什么时候要判断是否重复呢 其实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 当它产生之后 其实我们不应该直接就丢给阵列 而是应该先判断完之后 判断是否重复了 没有重复才丢进去 如果有重复 那就再跑一个新的 然后让它再 所以基本上 我们应该在哪里呢 应该在书 就是说产生之后 产生一个乱数之后 先丢给一个 也许是一个什么 也许是一个INT的一个什么 A好了 A的话指的是暂时帮我 存放那个产生的东西 那最后当那个什么呢 当那个里面的词 假如说不是重复的话 才把这个词丢给我们的阵列 OK 大概先丢给这个A 中间就是判断一下 有没有重复 没有重复呢 才丢给这个阵列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了 所以中间最难的 中间怎么判断 当然方法很多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这边想到用坏回圈 坏回圈就是 假 就是说呢 当 当这个 也许我这边的话呢 会需要一个 一个从零开始判断的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这一段 并不复杂 我这边又写完一段 我们直接 这一段 OK 中间这一段 OK 我要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来看好了 OK 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多一个J 这个J呢 实际上就是 我将来要比对的位置 那如果说 它预设只是零 那什么情况下 会去重新 去判断 就是当J的值 小于I 小于I的时候 比如说你第一次进来 零 零等于零 那就不会跑 就是跳零 当它等于1的时候 那J等于零嘛 那所以会比 比对 那比的时候呢 就是去抓什么 抓 因为它从零开始嘛 把零 就是已经有存在 产生的那个变数 再跟前面的 比看看 有没有重复 如果重复了 那就是把这个 里面的值 再重复跑一次 再丢给A 然后呢 又J等于零 为什么 因为又从头 开始比一下 因为比什么 如果你如果没有等于零 它就跳过了 跳过的话 那如果又重复 怎么办 所以势必 把J又归零 归零的意思是 再跑一次看看 如果直到完全没有 重复为止 如果呢 它没有相等的 有时候这两个 没有相等的话 那就J加加 就是换下一个 比比看 有没有 有没有 OK 如果没有 那就跳旅了 所以中间的话呢 会多一个 那个坏尔回圈 我不知道各位 对坏尔回圈 熟不熟悉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坏尔 这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 为处的时候呢 那就是执行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判断一下 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是再重新产生 J再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呢 要再来一次 如果没有 那J加加 换下一个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最后呢 再负语值给那个阵列 那就完成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开来看 刚刚呢 我只有把原来的这个地方 直接丢给它 切开来 中间多了一个坏尾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样跑出来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稳了 应该怎么跑 就不可能会有重复了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应该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我想这样按 应该不太可能会有重复的情况下发生 OK 所以你会发现 怎么按应该就不会重复了 OK 好 那但是 有些同学可能对于那个 像回圈啊 坏部分不熟悉的话 或者对于阵列不熟悉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也许你不然你就是 假设你这个东西不熟 在Eclipse里面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中断模式 有那个一个除错 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 Eclipse的除错 熟不熟悉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在这个 产生之后的这个地方 设个中断点 做什么呢 先让它停停停下来 这个地方再停一下 我需要的中断点先加上去 再利用这个臭虫 这臭虫做什么呢 它会跳出那个除错模式 你选择是 它城市怎么样 会帮你跑到这一行的时候停下来 停下来做什么呢 各位可以发现 在这个上方 会告诉你说你现在 里面这个A 产生的值是多少 有没有发现 33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说你要暂停 或者你要继续的话 你可以再让城市 继续往下跑 另外这个Lumbo里面的话 现在是空的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阵列里面 总共放了七个空间 里面都是零 因为这里面都没有东西 然后你可以让它往下跑 那因为这个 J等于零 A也等于零 所以相等它就跳离了 它就不会继续往下了 然后呢 就不比对之后呢 就跳离了 再来的话换下一个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 已经到A现在的值是2了嘛 所以往下 那这个时候呢 J等于零的时候 那因为它一定是小于 所以小于就比对一下 那因为跟谁比呢 这个A呢 会跟呢 就是零 还有一比一下 如果说有重复的话 现在好像这个A里面 有没有重复 10也没重复啦 所以它就跳离 跳离就加加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OK 加加 然后呢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J等于一 就跟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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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比比看 那如果没有重复的话 还是跳离 那你可以 透过这个方式呢 去了解里面 变数的一个变化 如果觉得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Eclipse的除错 还蛮方便的 但是你要离开的话 你可以记得 这边有个中指 那切回来 特别注意 因为我发现 有些同学对于 Eclipse里面的 那个除错环境 不甚熟悉 除错里面的这边 你可以切到什么 切回Java 记得从这边切 如果你要再切回来 记得把它停止 然后再回到Java 主要是可以让你 方便去了解 目前Memory里面 变数到底存放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部分 尤其是你在开发 比较复杂的城市的时候 非常有帮助 因为有时候你 搞不清楚 到底现在跑到哪边 OK 最后执行完 就完成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出 完全没有重复的 这个七个号码 主要是这一段 新增的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那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第二段 第二段城市码 那基本上呢 就是把那个中间的部分 这一段城市码加上去 那就会达到我们逻辑 先判断一下 跟前面的部分呢 判断一下 到底有没有重复 但是除了用那个 快尔回宣判断之外 你们可以想想看 你用佛回宣判断 好像网路上 我记得也有人用佛回宣判断 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这个看个人习惯 当然方法很多 这里只是提供给我一个参考答案 你们用所谓的标准答案 每个人写出来 也许你比较喜欢用佛回圈 那你就用佛回圈 佛回圈 可是这边可能需要 两个佛回圈吧 我觉得佛回圈两个 可能太复杂了 用坏回圈比较简单 因为坏回圈后面的话 只要是当那个 所以是小于哀的情况下 才去比对 那如果当他等于 或者这是大于的话 那当然就跳鱼了 就不需要再比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比比他小的 产生那个数字 比他小的就比比看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表示没有重复了 所以大概是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 然后试试看 试试看 提前 Imagine пл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